各国领导人与2015齐聚纽约联合国 共同对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出承诺 任务是向世界传达这些目标 使每个人都参与贡献其中 漫画联合国便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初衷是激励年轻人成为革新英雄 如同他们生活中的超人一样 数十年来 联合国以联欢画和动画的形式传播信息 并与那些异彩分成的人物一起工作 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下 该计划将为每项目标制作一套全球发行的原创漫画 其中一项目标便是男女平等 夏拉德·德瓦拉扬 徒行印度的负责人 展示了他为了漫画联合国所创作的漫画人物 斯坦里 这个故事是关于战无不胜的查卡拉 但有一天查卡拉决定把身份改为他的邻居雷拉 后果十分戏剧化 现在的雷拉可以随意地像男孩们一样玩耍 但查卡拉只能困在家中为繁琐的家务而束缚 无法和其他的孩子们在一起 夏拉德的其他项目 也都着眼于印度的男女平等问题 女权项目意在唤起全国年轻女孩 鼓励她们创造自己喜爱的女性英雄形象 问题是你期待哪种超能力呢 上次的纽约动漫展使大家相聚 有超过17万人参与了这项世界上最大的流行艺术盛事 这次盛事还庆祝了雷电特工的50周年纪念日 这套创作于60年代的动漫丛书 讲述了具有超能力的和平守卫者 而雷电《Thunder》的缩写 正源于联合国高级防御执法储备员 蝙蝠侠的制作人迈克·乌斯兰 与中国华裔兄弟传媒联手打造一档新的节目 一种魔术的事情在《Thunder》是他们不来自另一个地区 他们给予了一个技术的技术 从各个国家的码码码码码 给予每个人一个超能力 所以有一个人的股票 但是它是每个人的机会 有机会变成为能力 《Climate change》是一种艺术的挑战给人们 与人们的性格是一种艺术的挑战 同样的性格是一种艺术的挑战给人们 《Comics》是一种艺术的挑战 《Comics》是一种艺术和超能力 需要步骤进去 帮助我们与问题 《Comics》是一种艺术的故事 因为它带我们到达到 人生意和教育 它们到达到人生意的最初的语言 这是我们的最好的方法 如果我们希望能复制 明天的新的思考 下一代真实的超级英雄 将不仅影响社会 它们还将被赋予改变现状的力量 启迪世界 一起想得更广 梦得更远 该节目由格雷斯·巴雷特为联合国制作 第1章 离课 2 平十4月 2,3月 3、13日 3、3、13日 4、13日 3、14日 3、14日 4、33日